今年对整体市场来说都是充满考验的一年 各种不利因素轮流出现 包括经济衰退、供应链问题、新冠疫情、物恶战争 以及史诗级的通货膨胀 股票市场上下起伏 走势犹如云霄飞车 同时伴随着难以预测的下跌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才能华丽转身 漂亮躲过市场波动的无情追击呢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V才1 欢迎收看这集的投资金股追 我是Tina 每周五分钟为大家解读投资市场的大小事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估 乌尔战争、中国封城导致供应链中断 以及停滞性通膨等风险 这些问题也正在严重打击着全球经济的成长 对部分国家来说呢 经济衰退更是在所难免 简单来说啊 就是全球的经济正处于一个成长急剧放缓 同时啊伴随着滞涨风险上升的恶劣处境 这时候啊 如果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在单一的个股、产业 甚至是市场中而忽略了分散风险的重要性 恐怕也只会面对更多的损失 除了持续关注乌尔战争、通货膨胀 以及各国央行的货币与利率政策的三大关键变数 其实啊还有一种金融商品 能够有效地分散投资组合中的风险 那就是ETF 我们常听到啊 投资的原则就是别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莫非将股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ETF风险也特别高吗 其实啊正好相反 由于ETF一般呢都会包含数十只甚至上百只各种不同的成分股 因此啊也有限度的分散了单一股票 甚至是测定产业的风险哦 以台湾的国民ETF0050为例 当中啊就包括了台积电、联发科、鸿海、联电、台打电以及中信金等股票 由于啊每一只股票在当中都有不同的持股比例 就算一间公司的价格出现波动 也不见得就有足够的影响力带动整档ETF的涨跌 更不用说那些比重更小的股票了 除此之外啊因为0050的成分股分别横跨了半导体、金融、塑胶以及电子等产业 就算啊哪天科技股面临重挫 也还有其他产业支撑者 不至于啊让整档ETF跟着落税 因此啊相较之下 ETF的持股特性反而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整体的风险 而在众多的ETF当中又有哪一些商品值得被关注呢 相信大家啊多少都有听过美股的三大指数 其实啊在市场中也有与这些指数相对应的ETF哦 例如追踪S&B500指数的SPY 以及追踪NASDAQ100指数的QQQ SPY是美国证交所第一档上市的ETF 不论在规模、交易量或是流动性都是排名第一的商品哦 地位啊犹如台湾的0050 SPY当中涵盖了500只在美国挂牌的顶尖企业 其中啊就包括了苹果、微软、Alphabet 以及特斯拉这些美股的神主牌 由于啊持股众多 每一个成分股的比重都不超过10% 任何微幅的涨跌啊都难以撼动SPY的表现 产业方面呢 SPY囊括了IT、医疗、金融、非必需消费品 以及通讯服务等领域 只有它的同时啊 你的资金也等同于被分散投资在这些产业当中 自然啊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了整体的波动性 因此啊不论是特定产业 或是某只个股出现暴涨或暴跌 整档ETF受到的影响啊也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啊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QQQ 科技产业啊占据了整体成分股约一半的比例 虽然啊受到科技股波动的影响较大 但和个股比较商品的波动性啊还是相对较小的 需要注意的是啊 尽管ETF可以借由分散投资的方式降低波动性 但只要啊当ETF中的多数成分股集体大跌 持有者啊还是逃不掉承受损失的命运哦 另外啊除了针对某项指数 其实聚焦在特定主题的ETF也具备了分散风险的效果哦 例如半导体的SMH 电动车的DRIV 以及捷径能源的QCLN 这些ETF啊我们也会陆续做分析及介绍哦 但市场上啊有这么多的金融商品 如果要针对波动性拟定投资策略 难道只有ETF一个选择吗 防御型投资啊一般会透过防御型商品的布局 降低投资组合中的波动率 防御型商品通常拥有稳定的收益 无论市场趋势是大跌或大涨 这类型商品在收益上受影响的程度相对也比较微小 以股票为例当中就涵盖了部分的价值股 另外啊包括公用事业 民生消费必需品 医疗保健 电信服务以及不动产等领域的公司 都是防御型商品的一员哦 说到这里啊 我们也来为各位盘点几家 值得关注的防御型股票吧 提到防御型股票啊 其中就包括了每股市场中市值最大的全职股 苹果公司 纵手皆知啊 苹果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推出最新款式的产品 每一项产品呢 也会根据自身的产品周期推陈出新 这些策略啊 也让公司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 一直保有一定的市占率以及获利哦 虽然啊 美国科技股在今年以来的表现差强人意 但苹果的整体表现 仍超越了同为妈妈股成员的微软 脸书以及Alphabet的公司 最近啊 一年的跌幅甚至低于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100指数 由此便可证明它坚强的防御能力 一般来说啊 大型零售连锁店通常都是最具指标性的防御股 沃尔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该公司是美国消费必需品巨头 约占美国所有零售额的9%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各地 许多人呢 每天人会透过沃尔玛购买生活杂货以及用品 因此啊 尽管面临其他零售商的激烈竞争 公司仍能保持稳定的获利 如果啊我们深入比较S&P500指数 与沃尔玛的走势 相较于动辄大跌的美股大盘 沃尔玛股价的变动仍相对较小 其中啊稳定的营收便是公司 难以被市场撼动的主因之一 由于全球供应链等问题 沃尔玛在库存无法短时间压力的情况之下 间接增加了整体的营业成本 进而啊影响了财报的表现 尽管如此 暗淡财报的负面影响 对公司的股价造成的冲击仍相对有限 期待啊在供应链问题获得缓解之后 公司表现也就能雨过天晴咯 说到全球知名的防御股 当然不得不提连我们巴菲特爷爷 也钟爱的可口可乐咯 相信啊许多人都难以抗拒 肥宅快乐水的诱惑吧 而这或许也是让可口可乐 在如此多变的市场生存 至今人屹立不摇的原因之一 其实啊除了可口可乐 包括百事可乐 星巴克以及雀巢等饮料股 也都是抗跌抗波动的防御股成员哦 其实啊从这些个股名单中也不难发现 能抵抗波动的防御股 一般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脱离不了关系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谨记菜差 饭还是要吃 饮料照样要喝 生活啊也还是要过的对吧 但我们也知道 与雨雄长很难同时兼得 这些防御型低波动的公司 同时啊代表这些公司的成长性 也会相对较小毕竟一家公司需要大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够有足够坚强的防御能力 但换句话说啊也很难再更加进步或是扩张了 所以啊当你持有这些公司的时候呢 更像是用来保本或是定期领一些股息 好处就是可以在市场过度恐慌时 不会有过多的损失 但相对的在市况良好的时候 这些公司的增长性也会相对缓慢许多 这点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哦 当然啊除了今天介绍的这两种管道 市场中还是不乏许多对抗高波动的投资工具 就端看投资者如何选择咯 重点啊还是要能够在熊市的时候 尽量无效化市场对你的无情攻击 好以上就是这集投资筋骨吹的内容 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并不是投资建议 我们都要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哦 喜欢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出去 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内容 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每周的投资相关优质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